28万亿吨冰已融化,可淹没全中国2.9米深,地球这是想干啥? 自1994年到2017年,地球上已有28万亿吨的冰净融化,相当于整个英国大小的100米厚冰块消失了, 或者把这些冰块平铺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,足有2.9米的厚度。 根据欧洲航天局的说法,1万亿吨的冰可以被认为是一块驰层时程10公里长的冰块。 如果将这么一块冰总立在纽约上空,约是朱姆朗玛峰的三倍。 这项研究来自英国利兹大学,科学家们通过卫星观测和数值模型, 研究了整个地球自1994年以来冰的融化情况,结果发现北极海冰融化最多, 损失7.6万亿吨,南极大陆冰架总计损失6.5万亿吨,山越冰川损失了6.1万亿吨, 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一共损失6.3万亿吨,南极海冰损失0.9万亿吨。 根据计算,北极地区的气候变暖速度比全球其他地区要快上两三倍。 北极海冰的重要作用是把太阳辐射返回太空, 但随着海冰融化,更多的太阳能被海洋和大气吸收, 导致北极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快的变暖。 这不仅加速了海冰的融化,也加剧了冰川和冰原的融化,导致海平面上升。 专家预测,海平面每上升一厘米,就有100万人面临流离失所的危险。 随着相关数据滚滚而来,科学家们最担心的事情更有可能发生了。 2035年,北极有可能几乎没有冰。 其他的研究表明,格陵兰岛融化的冰已经过了不归路的地步。 在南部,支撑南极冰盖的冰价有一半以上处于区区的边缘。 目之所及,地球上的冰洞圈将面临大灾难。 有博主预测,假如地球上所有的冰川突然融化,人类将面临什么? 冰川融化的瞬间,全球海平面会急剧上升68米以上,众多沿海城市将被完全淹没。 冰川融化一小时,大气热屏风破坏,气候开始变化。 冰川融化一天后,上升的海水侵入陆地,导致9.5亿人口无家可归,只能被迫前往内陆生存。 冰川融化一周后,由于大量淡水突然涌入海洋,海洋洋流开始发生变化。 狂风,暴雨,海啸等众多极端天气接踵而来,内陆更是爆发了千年难得一见的特大洪水。 冰川融化一个月后,海底板块变得活跃起来,这将导致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,猛烈的地震将出现。 虽然视频里讲的未来很恐怖,但其中,洪水,山火,不正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吗? 这不是对未来的凭空想象,而是人类将来可能面临的问题。 扭转全球变暖,绝非易事,但只要我们选择绿色出行,节约用电,循环利用,环保购物,做好垃圾分类和回收。 我们节约的每一滴水,每一度电,每一张纸巾,都是为人类在地球上多生存一天而做出的努力。 我们要拯救的不是地球,而是人类自己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,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,下期再见。